北宋年间,安徽凤阳县有个秀才叫王涵,他祖上曾出过赫赫有名的书法大家,只不过传到他这一带,乡士考了几次都不重。 后来,就在他要放弃功名的时候,路上碰到一个女子,却改变了他的命运。 王涵十年寒窗苦读,考了秀才以后,继续参加乡士,好在以后考取功名入朝为官,他一生最大的理想就是光宗耀祖,不能辱没了先祖的名望。 这一天,乡士刚结束,同窗好友李时元,喊他一起去最先楼消遣放松一下。 王涵文言句决道,你我揭读圣贤之书,岂能如此放纵不知收敛,那种地方我是断然不会去的。 下一刻,王涵便被对方拉到了最先楼,到了地方后,李时元表现得十分娴熟,显然是这里的常客了。 对方见他被美女环绕有些拘谨,便大声取笑道,莫非王兄还是童子申? 纵使王涵自幼苦读圣贤书,也受不了在人前受这般羞辱。 他恼羞成怒地骂道,李兄,王我当你是至死之交,可没想到你是这般人。 古人说,娇奢淫义,所自邪也。 李时元听到这句话不以为然,眼中尽是讥讽之色。 他两步走到王涵面前,义正言辞地说道,圣人还说,饮食男女,人之大欲存烟。 我看你就读书读傻了,太过迂腐。 那天夜里,王涵喝得鸣顶大醉,醒来时躺在最先楼的房间里,他睁开眼四周瞧了一下,旁边有一个名模好齿的女子正在梳妆打扮。 他吓得一个机灵,赶紧起身问道,你是谁? 怎么在我的房间里? 女子听见动静,回过头看着对方那副狼狈模样,便打去说,昨夜公子可是一直喊着我的名字,怎么一觉醒来就忘得一干二净了? 奴家本名叫江月仙,你叫我仙儿就行。 王涵平日里儒雅斯文,可如今却干了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,不过是已至此,他一脸颓丧地说道,既然你我有肌腹之亲,择日我来娶你过门,只可惜这些年的书都网读了。 女子听到这些话,感动得眼睛都湿润了,像她只是一个风尘女子,以前那些男人都如过客一般,何曾有人像王涵今天这样说过要娶她为妻呢? 想到这里,江月仙抹了一把泪,他走到王涵身边轻轻依在她的肩上说道,相公还是以功名为重,不要被奴家误了你的前途。 王涵抱着对方,叹息了一声,我相视已经几次未终,这一次恐怕也是无望了。 这一次为了等放榜的日子,王涵在最仙楼连住了数日,整天和江月仙待在一起,最生梦死的日子过得好不快活。 这一天他正在休息。 江月仙欢呼雀跃地进了房间,他有些激动地说道, 相公,你中了,你中了。 王涵有些诧异,等听清楚后,又不敢相信地问了一句,你再说一遍,什么我中了? 江月仙说道,相公,你的名字在榜上第一位,这是中了头名啊。 王涵听见这话,赶忙从床上爬起来,一咕噜地就跑去看榜了,等看到自己的名字后,他兴奋地喊道,皇天不复,我中了解,独之缘,我中了解缘。 这时一旁的李时元跑过来祝贺道,恭喜王兄,以后有幸入朝为官,还别忘了多多提携小弟。 王涵听到这话很是受用,面上还是谦虚地说道,那是自然,你我同窗之意,莫不敢忘。 回到最先楼,王涵与江月仙道别,发下誓言道,等我高中状元,定回来娶你为妻。 江月仙含泪挥手,尽管万般留恋这段时光,可他心里明白,考取功名,光宗耀祖才是对方一生的追求。 看着对方默默走远,他在心里暗暗道,相公一定会高中状元,奴家在这里一直等你。 几年后,王涵果然高中状元,皇帝龙颜大月便召他为驸马,要将九公主赐婚于他。 他得知消息后,想去皇宫里推辞,这时状元府里却来了一个不速之客。 此人正是王涵当年的同窗好友李时元,他这次来拜访就是为了何状元爷拉近关系的。 当知道王涵要拒绝皇亲时,他在一旁劝说道,你糊涂啊,你十年寒窗为的不就是今日的荣华富贵吗? 怎么能为了一个青楼女子而断送大好前程呢? 王涵听了这些话,犹豫道,古人言,遭康之妻不可弃,我王某人又岂是那种贪图荣华之人。 李时元看着对方,然后叹息道,实不相瞒,月仙姑娘已经去世,他托我给你带一句话。 王涵闻言,赶紧问道,他说什么,是不是愿我这些年没有回去娶她? 李时元摇了摇头,说道,他让我带话给你,说这辈子做过状元郎的女人,他已经知足了。 他担心自己会阻碍你的前程,便上吊自尽了。 王涵听完,抹了一把泪,第二天就应了黄命,风风光光地迎娶了九公主。 从此以后,他的官运亨通,步步升迁,一时风光无限,就连曾经的李时元,也在他举荐下入朝为官,当了吏布侍郎。 十年后,王涵回乡探亲,在路上遇到一个先锋盗鼓的道士,对方拦叫说道,大人三日内有血光之灾,我这里有一幅字画可保平安。 王涵身为朝廷命官,对这些江湖术士的话自然没放在心上。 结果字画厚道了一声谢,便没再管了,甚至连画看都没看一眼。 回到家里,到了夜间的时候,王涵正在岸上批阅公文,门窗突然被一阵风刮开,他起身去关窗,却看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子站在外面,嘴里咒骂道,傅心男,你的报应来了。 王涵有些诧异,他为官清廉,一生都在为百姓请命,又何曾做过傅心人呢? 他只当对方和自己开玩笑,于是笑道,你有什么冤情,可以与本官说来,我定为你做主。 听到这话,女子突然抬头,露出一副青面獠牙的模样,随即张牙舞爪地朝对方扑去。 王涵见到这一幕,顿时被吓得一击灵,连退几步躲了过去。 他见女子怨毒地看着自己,忍不住问道,你为何要加害本官? 女子停下动作,恨声地说道,你这个傅心男,当年应诺我高中状元,要回来娶我为妻,可是我等了十年,原来你早已娶妻生子,享尽荣华,把对我的誓言早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 这一刻,王涵终于知道对方是谁了,他试探了喊了一声,仙儿,是你吗? 女子听见这句话,挣了片刻,下一秒双眼通红,再次向对方扑去。 就在这危机时刻,王涵想起半路上那道士的话,他赶紧从桌上抽出那幅字画展开。 只见一道金光闪烁,画中的钟馗突然现身,随手一挥,女子便动弹不得。 他看着一脸怨恨的女子说道,江月仙,你轻信小人之言来害朝廷命官,该当何罪? 钟馗尚先,我要杀这个傅心男,你为何要拦我? 江月仙显然是认得眼前之人的,他知道自己没有机会杀掉对方了,心中不奋斗。 你误会他了,这件事另有隐情。 钟馗叹息了一声,随即把这些年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。 原来女子就是当年最先楼的江月仙,当初与王寒分别以后,他日夜祈祷,期盼对方能高中状元,到时候就可以回来娶她,救她脱离苦海。 几年过去了,他终于听到王寒高中状元的消息,可是他等来的不是王寒来娶她,而是李时元来报信。 对方说,王寒已经坐了驸马,娶的是当朝公主,不会再回来找她了。 李时元和王寒同朝为官,很多地方正见不合,他利用自己吏部侍郎的身份,多次贪污受贿,私下买官卖官,这件事已经被捅到当今圣上那里了。 王寒此次回乡,便是受皇帝委任,来凤阳县暗中调查李时元贪污受贿,剥削百姓的证据。 李时元听到风声后,担心自己多年前骗对方说江月仙自尽的事情败露,于是将计就计找到对方。 让江月仙学习痴妹,读痴,梅,枝树找王寒报复。 江月仙痴等十多年,对王寒早已恨之入骨,于是毫不犹豫地学习了那些邪术,将自己弄得人不人,鬼不鬼,只等对方到了凤阳老家,自己在伺机而动。 夜间,王寒平退左右,一个人独自处理公文的时候,江月仙知道他的机会来了,于是便果断出手行凶。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,王寒是朝廷命官,自有神明护佑。 在王寒来凤阳的路上,王家先祖书圣王羲之化身道士,特意送来钟馗画像,帮助他逃过一劫。 江月仙此时知道一切真相,后悔不已。 他误听小人之言,不仅断送了幸福,也彻底毁了自己的一生。 王寒心中同样内疚不已,他又何尝不是听信了小人之言呢? 钟馗看着心生悔意的江月仙,一脸笑意地问道,江月仙,你的痴情上天有脸,虽习的痴媚之术,好在未酿成大错,今日你可愿拜我为师。 师尊在上,请受徒儿一拜。 江月仙也是一个聪明人,听到对方的话后立即跪拜叩首道。 王寒和江月仙曾经相爱一场,如今已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了。 两个人在这场爱情里没有谁对谁错,只是爱过,恨过,最后擦肩而过罢了。 在王寒的调查下,李时元大量的罪证被搜集到。 皇帝收到奏表后,龙颜大怒,下指将对方打入死牢,抄家问罪。 与此同时,有一件事让皇帝犯难了,因为在他收到弹奏李时元奏表的时候,另一份奏表也被人送到了他的跟前。 写在最后,言不轻信,故人不负我,诺不轻许,故我不负人。 的意思是,别人说的话,不要轻易相信,这样别人就不容易辜负你。 另外,自己不对别人轻易地许诺,也就不会辜负他人。 王寒曾多次听信李时元这种小人之言,才导致了后来的悲剧,也因为轻易许诺,让李时元入朝为官祸害无数百姓,让江岳仙这样的痴情女子苦等了他十几年。 古人说,作恶不灭,前世有余德,德尽必灭,为善不娼,前世有余秧,独艳,秧尽必娼。 这句话便是告诫后人,为恶只是逍遥一时,行善却可以永世流放。 希望通过这个故事,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,都能做一个信守承诺,行善积德的好人,因为好人一生平安。 南宋时期,朱仙镇的一座山上,每到夜晚就有一道红光射出,附近村民以为是什么宝物出事, 有胆大的晚上上去探饱结果一去不返,天亮后被发现山上有几堆人骨,凭衣服判断就是晚上探饱的人。 从那以后,没人再赶上那座山。 这天,李宝正在院里追赶一只公鸡,怎么也追不上,好不容易把公鸡赶进鸡笼。 你再跑啊,今天就吃你了。 这是一个道人模样的人,刚好经过,看着院里的公鸡,不禁赞叹好神郡的公鸡,终于找到了。 说着走进院子,看主人家要杀公鸡的样子,就问到这么神郡的公鸡,主人家为什么要杀掉啊? 别提了,就是看他样子神郡且,体型巨大才留作肿鸡,可养了五年,却只孵出一只小鸡,所以养着也是浪费粮食了李宝摇头道。 不如把他和孵出的那只小鸡一起卖给我吧。 你看要多少钱? 李宝觉得奇怪,这道人买两只鸡干吗? 还让我开价,我得多要点。 五十两银子李宝狮子大开口,没问题,你帮我把鸡装好吧。 道人说完准备掏银子,李宝看这价是不对啊。 看样子还可以多要一点,忙说道我刚说错了,是一只五十两,两只得要一百两,只见道人沉吟不渝,李宝又有点后悔。 怕道人不要了,正要说话。 不料道人却先开口了一百两,就一百两,我现在没带这么多银子,明天我再来,你别再反悔了,李宝一晚就守着两只公鸡,虽然关在鸡笼子里,还是怕他们跑了。 第二天,道人果然过来了,看着白花花的银子李宝感觉在做梦。 忍不住问道,道长,你花这么多银子买这两只鸡,有什么说法吗? 道长见他疑惑的样子,就说道,山上的那红光知道是什么吗? 李宝摇摇摇头不知道是什么,不过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,有村民上山寻宝第二天就被发现成了白骨,那是一只蜈蜈,修炼了多年,就快修炼成形了。 不过,凡是有邪怪出现的地方,必定有克制他的东西存在。 就好比天才地宝出现的地方,必有毒物,我在这附近寻了许久,终于让我找到了道人辅了辅须。 你的意思,这公鸡就是那蜈蚣的克星。 可按你这么说,公鸡多的是,你为什么偏要买我这两只呢? 李宝不解道。 你过来看下这两只鸡的眼睛,这鸡的眼睛是从上往下闭的,像人一样,成为凤眼。 此鸡是凤凰之意,名——怒惊鸡,李宝凑近一看,还真是如此。 只听道士说道,不过他们还没成长,成为真正的怒惊鸡,看这情形。 最少还得三年才能开神志。 而蜈蚣最多一年,就会出山了,道士不知道多少人要遇害,所以我要助他们开神志,我们半年后见。 说着道人提着两只鸡走了,半年过去了,山上的红光越来越成,有时白天也隐约有红光闪现,这情况应该是快要出山了。 这天众人正在聊着山上的红光,都在商量要不要搬家迁走,可大伙又不想背井离乡。 这时,只见一个道人提着两只公鸡走进了村子,李宝一眼就认出了道士,赶紧跑过去打招呼。 看着道长提着的两只公鸡,感觉不太一样了,只见两只公鸡更加神韵,眼睛圆睁,头上的机关红的仿佛可以滴出血来,全身的羽毛红的似火。 道长和他打过招呼后,让他放心,怒惊鸡已成。 这时只见山上红光大盛,整个山顶都被红光缠绕,道长一看,说了一声来得正好,就朝山上而去。 不一会,只见一条巨大蜈蚣腾空而起,这时两声凤鸣响起,两只仿似凤凰的鸡腾空而起,翅膀张开一杖,有鱼,眼睛怒惊,一只冲向蜈蚣头,一只冲向蜈蚣尾。 山间不停响起嘶嘶声和凤鸣,慢慢的声音越来越弱,众人都不敢上山去查看。 直到一点动静也没有,没一会,只见道人提着两只公鸡下山了。 众人围过去,发现两只公鸡没有了开始的神骏,头低着,身上的羽毛七零八落。 众人忍不住问道,蜈蚣除掉了吗? 蜈蚣已除,不过这对怒惊鸡也活不成了,这或许就是他们的使命,他们生于此地,就把他们也葬于此地吧。 众人厚葬了一对公鸡,还为他们竖了杯,碑闻怒惊鸡。 南宋时期,有个叫陈三的屠夫,专门走街串想帮别人家屠宰家畜过生。 由于长相丑陋,且经常一身臭味,没有女人愿意嫁给他。 这天他干完活回家,发现自家屋前站了很多人,他走近一看,只见有个婴儿躺着个篮子里,被遗弃在自家门前。 大家都在指指点点,婴儿一直在哭,可却没人敢上去抱他,怕惹上什么麻烦。 陈三走近一看,只见篮子里的小孩白白胖胖,身上盖的小被子都是上好的料,不像是穷苦人家养不起一气的。 他见孩子哭得可怜,就走上前去,一把端起篮子说,小孩父母狠心,你们又都不愿收养,那我就收养他,以后他就是我陈三的小孩,就叫陈伟。 然后不顾众人劝说,就把小孩抱进屋去。 转眼几年过去,小孩到了上学的年纪,陈三决定送他去私塾,因为自己的经历告诉他,不能让小孩跟自己走一样的路。 陈伟从小就聪明,学东西也快,没有辜负陈三的一片苦心。 相视电视都是第一名,高中状元。 在他的一再要求下,把他下放到自己家乡做官。 这天,他正赶回家乡赴任,在路上有个疯婆子摔倒在路中间,拦在了轿子前面,大喊大叫。 随从大声驱赶,哪里来的疯婆子,竟敢挡状元郎的轿子。 说着,正要去把疯婆子赶走。 这时陈伟叫停轿子,喝住随从,走到妇人身边,扶起妇人,却在不经意间发现了丰妇人脖子上的半边玉佩。 他心里一正,自己脖子上也带了半块一样的玉佩。 养妇告诉他,自己不是他亲生的,是在屋外捡的,当时自己身上有半块玉佩,从穿着盒内半块玉佩来看,应该是大户人家的孩子,要解开身世之谜,还得从那半块玉佩下手。 他把玉佩解下来递给妇人,妇人看着这半块玉佩,然后取下自己带的半块玉佩,合在一起竟然就是完整的一块玉佩,然后就哭着一直叫灵儿。 无论陈伟问什么,他都不理,陈伟觉得他就是自己的生母,却不敢确认。 只好让随从把他扶进轿子,先带回去再慢慢调查自己的身世。 到衙门后,陈伟进行了交接事宜,就着手调查妇人的身世,经过调查,妇人是附近镇上李园外的小妾,却不知什么原因,突然发疯了,园外就任由他自生自灭了。 当陈伟拿着两块玉佩到李府询问的时候,李园外见状元郎大驾光临,非常热情地招呼。 可在看到两块玉佩的时候,神情大变,一把抢过玉佩问他哪里得来的。 陈伟看李园外,激动的表情,知道肯定可以解开自己的身世了。 于是说道, 其中半块玉佩我从小一直戴在身上,养父说是,捡到我的时候,就在我身上戴着。 你是灵儿? 不可能,夫人说你被强盗杀死丢进河里了,李园外矛盾地说着。 这时管家纠结地走上前说,老爷,其实灵少爷并没有死,这些年我一直为那年做的是后悔,经常夜里做噩梦。 园外大惊,李老,你有什么事瞒着我? 你跟我这么多年,我最信任的人就是你了。 老爷,对不起,当年夫人一直没怀上,老爷那二房云娘才一年,就生下灵少爷。 所以,你对云娘宠爱有加,夫人怕云娘取代她的地位,就趁你外出,让我们假扮强盗,杀死小少爷。 可我实在不忍心,就偷偷把小少爷抱到陈家村的一户房子外,不料二夫人在失去儿子后就疯了。 这些年,我的良心一直不安。 好在少爷终于长大成人,并且高中状元。 现在把这事说出来,我心里也好受了,李园外叫来大夫人,大夫人见管家都招任了,也就承认了自己确实极度云娘生了男孩。 老爷对他宠爱有加,怕自己地位不保,只有出此下策。 陈伟听到这里,满心愤怒,为了自己的地位,无故加害别人,如此歹毒。 如果不是管家心软,自己可能早没命了,左右,赶紧将他拿下。 陈伟虽然知道了自己的身世,也知道自己叫李玲,可李园外在他娘封了后对他不管不顾,所以他对李园外一点父子感情都没有,他还是愿意叫陈伟。 他把生母接到身边,伺候他和陈屠夫终老。 结语,大夫人自己生不出小孩,却也不愿看到别人有小孩,极度会让人丧失理智,做出很多违心的事。 陈三虽然面相丑陋却心地善良,养大养子却支持他寻找自己身世,养子最终还是愿意回到他身边,养他终老。 所以,善良终得回报。 看人不能只看表面,心地善良的人才是最好看的人。 从前有个叫李丁的年轻人,由于家里贫穷,父母把他送到一个财主家做工。 他在财主家干着最累的苦力活,工钱却低得可怜,他觉得学不到什么,也赚不到钱,更加得不到重用, 就准备回家,跟人学门什么技术。 他从财主家出来,就直奔向渡口,正好船刚开走,他就准备去吃点东西再来。 突然他发现渡口旁一根柱子边有一个包袱,眼看附近都没人,应该是谁落了。 他走过去,打开一看,里面全是白花花的银子,足有白两之多,里面还有一幅画,看着那么多银子,他知道这话,肯定也不简单。 说不心动那是骗人的,可他转念一想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,人家带这么多银子,肯定是有急事,丢了肯定着急,他就决定在这里等施主。 连东西都不敢去吃,心怕错过了施主。 等了好一会儿,船过来了又准备开船还不见施主,他心想把包袱丢这里算了,可又怕被不怀好心的人捡了,不归还给施主。 眼睁睁看着船又开走了,只等到天快黑了,也不见施主来找包袱,迷迷糊糊中他靠着柱子睡着了。 且说,另一边,张员外家的管家正在挨张员外的训斥,你是不是自己把银子藏起来了了,然后说不小心丢了? 这可不是小数,你不拿出来,我就送你去见官。 管家头上的汗珠不停地落下来,包袱里的话可是直白两黄金,况且这话就是送给县老爷的父亲六十大手的,如果报官他就完了。 他仔细想了一会,自己买齐东西后没有在别的地方停留。 猛然他记起,在渡口他等船靠在旁边角落不显眼的柱子边休息,然后突然有人叫了升船来了,他就提着东西迷迷糊糊上船了。 由于包袱多,自己又有点迷糊,所以包袱肯定落在那里了。 可转念一想,渡口那么多过往的人,包袱可能早被捡走了。 不管怎样,都要去碰碰运气。 他专门找了个船,送他过岸,带去到渡口,正好看见李丁怀里抱着包袱,靠着柱子睡着了。 他走过去拍了拍李丁小兄弟,醒醒,李丁好像感觉有人在拍自己,就醒了过来,看着眼前之人。 见对方穿的是绫罗绸缎,应该是大户人家,包袱有可能就是他丢的。 但却面不改色地问他你叫我什么事吗? 小兄弟,你是在等包袱多主人吗? 这包袱就是我丢的,管家激动地说道。 哦,你能说出里面是什么东西吗? 李丁谨慎地问道。 管家点了点头道,里面是白银白两,和一幅画,画的是山水之间,鱼民捕鱼图。 李丁见他说得丝毫没错,就把包袱递给他说道。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? 这么多银子也落下,如果遇到贪财的,就被捡走了。 管家连连秤势,看李丁的穿着不像有钱人家,于是对他敬佩不已。 要拿出五十两银子谢谢李丁,说李丁救了自己。 李丁怎么也不肯收,管家看他坚持不收,因为等自己又错过了渡船,天也黑了,就把他带去了张府。 张员外听管家说完这一切后,特别赞赏李丁,就留他在府里管账。 李丁特别好学,空余时间就跟员外学做生意,又为人正直,严谨,从不算错一笔账。 后来他们听人说,李丁那天等施主而错过的那艘船遇到水龙传,翻了船,整船人全部遇害,李丁庆幸当时自己没有贪心。 而管家和员外却都说他是,心善得好报,是有大福之人。 张员外只有一个女儿,到了代驾年纪,而李丁却是员外心中不二的女婿人选。 两人成婚后,把李丁父母接了过来。 张员外就把生意都交给了李丁打理,想起了轻浮。 李丁把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,对双方老人也特别孝顺,一家人幸幸福福。 结语,如果李丁贪财贪贪了包袱,或者只顾自己赶船把包袱弃之不顾,那他就上了那趟船,也遇害了。 他也不会得到园外的赏识,正是他的善良,好学,让园外把唯一的女儿嫁与他。 这正是,小伙食物不贪财,管家引荐进覆门,正值好学不作假,终得赏识美人归。 明朝宣德年间,有个女子叫李悦,她温柔善良,可命运却不公,她出嫁,才一个月,丈夫就发生意外身亡,公婆认定她是不祥之人,是她害死自己儿子,就把她赶出了家门。 因为被婆嫁赶出来,她没脸回娘家,在山脚下盖了个茅草屋,开了些荒地,独自艰难地生活着。 这天她正在干活,听到不远处传来呜呜汪汪汪的哀鸣声,循着声音,走近一看,原来是一条大黑狗被捕兽家夹住了。 她把捕兽家取下来,把大黑狗带回了家帮她包扎好。 就这样过了一段日子,大黑狗的伤已经痊愈了。 一天夜里,李月看着大黑狗说,你的伤已经好了,跟着我每天只有粗茶淡饭,你走吧。 找一户有钱人家,记得以后别再让捕兽家夹住了。 可黑狗却不愿离开,只见一阵青烟飘起,黑狗消失了,屋里出现了个风度翩翩的贵公子。 吓得李月直哆嗦,你你你,究竟是什么妖怪? 你别怕,我不是妖怪,我是城南里园外的儿子李林,我是被人施法,才变成狗的接着李林,便说出了其中应有。 原来李林的母亲在她十二岁的时候生病离世了,李园外又给李林找了个后妈张爱凤。 开始两年后,妈对李林还没有什么敌意,可两年后,李林的弟弟李奇降生。 后妈就对李林忽来赫去的了。 待到李林二十岁后,李园外将一部分生意交给她练手打理。 不料李林展现出了过人的经商天赋,把生意打理得条条是道,家里的下人掌柜都对李林赞誉有加, 李园外也整天满脸笑容,准备让李林接手家里的生意。 这可把张爱凤急坏了,自己的儿子辟子都还不识一个,继子就接手了家里的生意。 现在虽然继子对自己还很尊敬,可毕竟不是自己亲生的,难保以后会对自己怎么样,到时候哪还有自己母子的立身之地。 于是一天她回家后,后母端给她一碗鸡汤,让她补补身子,别只顾着生意。 她喝完没多久,就失去了意识,待她醒来却发现在后院柴房,一个倒是模样的人对她指着点点,口中念念有词。 李林惊恐地发现自己变成了黑狗,这时后母说出了自己策划的一切。 趁他们不注意,我就跑了出来,在山脚踩到捕兽家,就遇到了你。 李月也听说过李源外家的大公子,是十里八乡所有为出格姑娘心中的白马王子,却不曾想变成了现在这样,只有不停安慰她,可想到自己的经历,不禁伤心起来。 两个可怜人互相安慰着。 奇怪的是到了晚上,李林才能变成人,一到白天就又变成了大黑狗。 经过这段日子的相处,两人也互生情愫。 这天李月跟大黑狗正在屋外院子里晒太阳,一个老者经过,进来院子讨水喝。 在看到黑狗后露出疑惑的表情,走的时候递给李月一个铃铛警环说,你请我喝水,我送你个警圈,也许可以,就这黑狗一命说完,转身离开了。 李月看着这警圈特别生气,李林是人,哪能带这警圈,就把它随意丢在院子里。 这时,李林感觉很好奇,老人说这警圈能救自己命,走进警圈拿鼻子嗅了嗅,只见警圈直接飞起来套在了她脖子上。 李月见状赶紧过来想取下来,可却怎么也取不出来,反而越弄越紧,急得她团团转,却也想不到什么办法。 他们没注意屋旁的老者并没离开,看到警圈套在黑狗脖子上,才微笑着走远了。 这时,李月打量警圈,只见上面有两个铃铛,却不会响,只要不去碰她,就不会孤紧,也不会伤害李林,反正也取不下来,就由她去了。 一天,李月在地里干活,这是一个道人模样的人,朝她走过来,看了眼李月说,夫人家里是不是有人遭了邪法? 李月浑身一震,盲点头道,是啊。 您怎么知道,贫道略通法术,观夫人面相,有黑气缠绕,夫人无恙就定是家中人遭了邪术。 李月眼中露出喜色,道长,您可以破解吗? 只见道人拿出个不知道叫什么的黑果,递给李月说,把这个泡水给中邪术之人喝就可解除了。 说完就离开了。 第二天,道士又来了,看到大黑狗后恶狠狠地问道,你没把我给你的东西泡水给他喝吗? 陌生人的东西,怎么可能随便给家人吃,况且就这样的果子,就可知邪术有些让人难以置信。 李月看着道人说道, 敬酒不吃吃罚酒,那就连你一起收拾了只见道人控制一口飞剑飞向李月,眼看飞剑快要斩向李月,大黑狗扑了上去,这时,景圈上的一个铃铛闪出一道金光,直接击落飞剑。 接着第二个铃铛金光一闪,一个老者出现在院子里。 道人一见老者面色大变,急忙转身准备离开,老者说了声,你还跑得掉吗? 说着手里出现一个圆球,丢向道人,只见圆球到了道人头上,直接变成一张网,罩住了道人。 道人赶紧跪在地上不住磕头,还边叫着,师父饶命,只听老人说道,我真后毁收了你这么个徒弟,我若放过你,怎么对得起被你害的那些人? 这些年,我一直追查你,你所做的恶事,我都记下来了,我会把你交给官府处置。 说完拿出一张符对着黑狗念了一回,并把脖子上的景圈取了下来,大黑狗就恢复了李林的样子,变成了人样。 老人接着向李林道歉,对不起,年轻人,我没交好徒弟,其实我见到你那天,就可以解开你身上的咒。 可我看出是谁施的咒,怕解了咒,被他察觉,又被他跑了,继续作恶。 所以我给你带上一个景圈,里面的两个铃铛里各有一张符,一张可以挡他一击,一张是我特意为他而至的传颂符。 只要第一张符被触发,我就能根据里面的传颂符直接过来。 李林听老者说完拱手说道,老神仙也是为了大局。 没必要跟我道歉。 老者接着跟他们告辞,说要把道人押去官府。 李林和李月两人本来就暗生情愫,加上李林已经恢复成人,就天地为美,当晚就结为了夫妇。 李林也决定不再回去那个充满纷争的家,他们搬离了这里,去到别的地方生活,凭借李林的经商天赋,和他们两个善良的性格,没多久就成为了一方富豪。 几年后,李林夫妇经过李家庄,他决定去探望一下父亲,走到李府,发现已经变成了张府。 问屋主人才得知房屋已经卖给他了,而李源外在得知大儿子遇害的消息后,就一病不起,没多久就去世了。 而他的后母张爱凤却不懂做买卖,被人骗了。 欠别人一大笔钱,最后连房子都卖了抵债。 那您知道他们去哪里了吗? 李林赶紧问道,他们靠乞讨度日,应该没有固定的居所,在城隍庙的可能比较大。 李林说了声谢谢,就拉着夫人往城隍庙赶,果然发现了张爱凤母子。 只见两人都饿得面黄肌瘦,李琪才十来岁,却明显地营养不良。 张爱凤第一眼没有认出来李林,见他们两人的穿着非腹即跪,赶紧跪下来举个破碗说道, 我们娘俩一天没吃东西了,好心人给我们点吃的吧。 李林赶紧扶起后母,妈,您真不认识我了吗? 把张爱凤吓得晚地摔在了地上,他再仔细一看,果然是李林,他忙说着,对不起。 李林看着李琪说道,妈,您跟弟和我一起回去吧。 李琪再怎么说,也是我弟弟,我怎么能看他受这样的苦张爱凤眼里流出眼泪, 却说道,我做了那样的事,没脸跟你回去,你把李琪带走我就感激不尽了。 李林看着李月一眼,李月哪能不明白丈夫的心思,劝说着,妈,李琪还小,需要您,我跟李林都没时间交他,再说你不去李琪也不会去的。 这时李琪也哭着说,妈妈去哪我就去哪,张爱凤知道李林他们是真心让他跟他们回去的。 他也愿意去,只是心里过不去那关。 看到他们这样说就答应了。 李林接后母和弟弟回去后,把张爱凤当亲母一样敬爱,也给李琪找了最好的私塾。 李琪也不负哥哥的悉心栽培,中了举人。 一家和和睦睦,日子过得幸福美满。 结语,害人中害己,张爱凤害妻子,却让丈夫伤心离世。 最后自己不善经营,落得乞讨度日。 而李林心地善良,以得抱怨,有这样的好品质,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东山再起。 恶人作恶有时只是一时冲动,在受到惩罚后,我们应该包容他,一味接他的短,可能会使其限得更深。 嘉靖年间,青州府通判名叫李本贵,他鱼肉百姓,擅自增加赋税在吞掉,不过他做得滴水不漏,朝廷也查不出什么漏洞。 这天,他听到消息说张园外要介受,这可是很新鲜的,他决定要去看一看。 做法的正是远近闻名的青福山白羽真人,白羽真人可是十来年没下过山了。 园外介受,让人暗暗称奇,且说这张园外已经七十有九,也是远近闻名的大善人,平时经常诗周送银,铺路造桥。 奈何年纪大了,身体不行了,谁还不想多活几年呢? 想不到白羽真人这次居然为了张园外介受而专程下山。 只见道场都准备完毕,白羽真人命弟子点燃香烛,让介受两人,张园外和张园外儿子进入道场中间,盘腿坐下。 然后拿出张皇旨问道,张园外,你是诚心介受吗? 只听张园外说道老朽诚心介受,想多活些时日。 白羽真人又问道张固,你是心甘情愿介受给你父亲吗? 园外儿子点点头父亲生我育我,我愿意借给父亲十年阳寿。 白羽真人点点头,在黄纸上写下二人生辰八字,然后拿桃木剑挑起黄纸,闭眼口中默念一会,只见黄纸燃了起来。 等黄纸烧尽,他又食指在虚空画着些什么,然后指向张园外,不一会说了生成了。 就贪坐在地上,仿佛大病了一场。 反观张园外,竟然连胡子都有白转黑,人也精神了许多。 众人都大呼神奇。 雪中送炭让通判有了借受的借口,李本贵回到衙门,心里一直不能平静,这给他的震撼太大了。 俗话说得好,亏心事做多了,半夜听到敲门声都会吓一跳。 而且他有钱有势,人一旦有钱就怕死。 他知道自己虽然跟白羽真人相识已久,可白羽真人从没给过自己好脸色,自己平常也跟他井水不泛河水。 他正想着怎么让白羽真人也帮自己介受,这时外面有人来报。 说白羽真人的弟子求见。 他赶紧让人把他请进来,只见那弟子进来后,就哭哭啼啼求着让他帮忙。 小师傅,有事慢慢说,能帮的我一定帮李本贵心里安息。 听他说这话,那小道人才停止哭泣,说道我师傅让我借二十年寿给太师公,我不愿意借,又不敢违背师傅的话,说完又哭了起来。 李通盼心里暗息,真是天冷送棉被,要什么来什么? 这下自己有借口了,不过他并没有表现出来,而是缓缓说道借寿之事,纯属无稽之谈。 你且让他借借看,小道是一听大叫大人,万万不可。 我师傅能借十年寿,我师公借二十年不成问题,而我太师公一借。 我可能就没命了,我太师公两百来岁了,听说就是借徒弟的寿才活这么久,李本贵让小道长先回去,自己会替他做主。 随后他带人赶往青福山,见到白羽真人后说道,真人还会借寿啊。 不知可否帮我也借个十年寿命。 借寿有违天道,我借一次已经伤己本身,不会再去借第二次。 白羽真人回绝道,李本贵冷血一声,那我可以治你个装神弄鬼的罪名,把你关起来。 况且,你徒弟说你们要借他的寿命,他不愿又不敢拒绝。 你们这是强行收买人命,借寿必须得双方同意才可以。 你说这话不是太牵强了吗? 不管怎么说,就两条路,要不帮我借寿,另一条路你应该明白的李本贵冷声道。 白羽真人面露难色说道,可借寿并非你想得那么简单,得找到生辰八字合适的人,而且还要他本人同意才可以。 再者,我得吃几味名贵药材进补半个月,方才有精力接受,打理这一切最少得十万两白银,只见李本贵一百首道。 这都是小问题,我明天差人送过来,你尽快准备,好了通知我,但我只限你一个月时间说完就下山了,第二天就送了十万两白银上山。 落入陷阱,恶人终是十恶果,半个月后,一切准备妥当。 只见白羽真人站在道场前,让李本贵和一个年轻人坐在场内,李本贵激动万分,就等着白羽真人说那句,成了。 终于白羽真人开口了,李本贵身为青州府通判,贪赃枉法,擅自加重赋税,罪无可恕。 这十万两白银就是你的罪证。 李本贵大吃一惊,盲看向白羽真人,只见几个道人抬着十万两银子走了出来,接着罐内走出几个官差,直接把李本贵拿下。 李本贵大叫道白羽,你个臭老道,不讲信用,你会遭报应的。 白羽真人笑了笑说道,对付你这样的恶人,没有什么道理,可讲,即使遭报应我也受了。 而且我告诉你,根本没有接受一说,都是我们为了抓你把柄设的局。 原来朝廷早就怀疑李本贵贪赃枉法,可他做事滴水不漏,没有留下罪证。 于是找到大家心中声望很高的白羽真人来布这个局,料定李本贵肯定怕死想严寿。 而那天张员外接受,那人根本不是张员外,而是张家一个和张员外有点像的后生假扮的。 李本贵忠实自是恶果。 明朝宣德年间,有个书生叫李毅,他父母早逝,家徒四壁。 他家附近有个女孩叫张梅,和他青梅竹马一起长大,经常会拿东西接激他,他们两个也暗生情愫,私定终身。 可女孩家里人不同意他们两个在一起,除非李毅考取功名,就是他们成亲之日。 李毅无奈之下,就准备去赶考,等考取功名,就可以和女孩在一起了。 当天,张梅偷偷给李毅拿了些银两,两人就分别了。 不料李毅真的中了举人,他迫不及待,想要回去跟张梅分享这个好消息。 但考官张浩见他文采出众,前途无量,便邀他去家中做客,席间故意让女儿出来端茶倒酒。 张浩女儿生得十分漂亮,李毅的眼睛时不时地瞟向他。 张浩把一切看在眼里,就借机问他有否婚配,家里还有何人。 李毅一听就明白过来这是准备把女儿许,配及我的意思,他权衡一二。 脱口而出学生并无婚配,家里也只有学生一人。 那你觉得我女儿怎样? 我只有一个女儿,如果你愿意跟她成婚,入赘我家,我的一切全都是你的。 李毅一听,喜出望外自己受够了穷日子。 如果跟张浩的女儿成亲,对自己的前途肯定有很大帮助。 况且,她看向正在倒酒的美女这掌相比张梅还好看,她赶紧答道。 我愿意,李毅借口,要回家跟村里的相亲打个招呼。 在回家的路上,她不知道怎么跟张梅说,索性不去想,到家再说。 张梅家人得知她终局的消息,就忙着布置喜堂。 李毅见他们忙碌的身影,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口。 突然她把心一横,记上心来。 她把张梅带到一个湖边,说带她看风景。 他们上了李毅市先准备好的小船,当船到了湖中央,她看不远处有渔夫在打鱼,这时她进到船舱, 脚用力一踏脚下的船板,船板应声而断,船底出现个大窟窿,睡不住的网礼帽。 张梅反应过来船已经下沉了大半,他们已经跌落水里,两人大喊救命。 这时李毅在水里一脚踢向张梅,把她踩了下去。 等渔夫赶过来,张梅已经不见了,只剩李毅还在水面扑腾, 一副枪水的模样。 渔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才把李毅弄上船,而张梅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 回去后,李毅大哭着说张梅遇害的消息, 由于有渔夫证明是船出了问题,李毅都是自己救起来的, 张梅家人也不好说什么,只有埋怨她为什么要去湖里游玩。 三天后,处理完张梅后世的李毅和张浩的女儿成了亲。 婚后,李毅晚上经常做噩梦,梦到她和妻子坐船游玩,船漏水, 水里她看到了张梅拉住她的脚。 被淹死在水里,她大叫一声,惊醒过来。 这天她正在复习,准备明年上京赶考,高中三甲。 妻子张氏见她白天苦读,晚上做噩梦,变得日渐消瘦,就提议出去放松一下。 不知不觉两人来到了河边,上船后她才后怕起来,可转念一想,自己又不是汗鸭子,怕什么? 原来,她水性很好,那次落水她是故意装作不实水性,是为了拖延时间,让张梅彻底沉下去。 当船开到河中央的时候,她无意间别了船夫一眼,发现船夫的脸慢慢变成了张梅的脸,正因笑问她,你看我像张梅吗? 她吓得拉着张氏就跳入水中,把船夫吓了一跳,赶紧跳下水救人。 李懿看到船夫像看到什么可怕的东西一样,拼命游开,可张氏并不会水,她被李懿拖着已经呛了几口水,这时她拼命挣扎,而李懿拉着她家上心理恐惧,已经精疲力竭,这时胡乱挣扎的张氏正开了,一脚踢中李懿脑袋。 李懿瞬间消失在水面,这时她看见张梅慢慢向妻子张氏靠近,慢慢那张脸又变回了船夫,可在她眼里已经渐渐模糊,她已经无力挣扎,慢慢沉向了河底。 而船夫在救起张氏后,也精疲力尽,无力再去打捞李懿了。 一天后李懿的尸体被发现在河下游,结语,为求富贵残忍加害青梅竹马的未婚妻。 终因为自己心里有鬼,而把自己害死。 本来她已经中了举人,和张梅成亲也可以过上很好的生活,就算不想娶张梅,也没必要害死人家。 这样的人也中不了状元,因为状元不光是考文采,还得考人品,得经过电视。 从她害人骗人那一刻,她的前程就已经毁了。 太古县有一秀才叫张斌,为人豪爽,极恶如仇。 由于看不惯当地县令草菅人命,谋害了她同窗好友,而写了状词去知府告状。 不料被县令知道,拦截了下来,随后给她随便定了个罪便满城通缉她。 妻子劝她赶紧逃走,看着妻子和年幼的儿子,她痛苦极了,却知道自己如果被抓住也一样照顾不了他们母子,只得逃跑。 城里不能待,她只能往大山里走去,走了一天的张斌又饿又累,她就坐在一块石头上休息。 这时,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,她有些害怕,这荒山野岭的会不会有野兽出没。 就自己这手无腹肌之力的书生,碰上凶猛的野兽,那也只是一顿晚餐而已。 正想着却发现前方有一点灯光,她像看见旧星一样地往灯光处走去,却发现是一座大宅院门前的灯笼发出的光。 正疑惑怎么有人把房子盖在这么偏僻的地方,里面就出来个老妇人。 她正想说借宿一晚,老妇人却主动把她请了进去,并给她准备了吃的。 席间从里屋走出个漂亮的女子,叫玉娘,自称是这宅院的主人。 张斌看呆了,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女子。 突然想起家里的妻儿,只得低下头去,不敢再看,说道,多谢姑娘留宿,以后定会报答。 玉娘咯咯笑了起来。 你要报答我就娶了我吧。 姑娘很漂亮,但我家里有妻儿,配不上姑娘。 你别急着拒绝,我们注定有这段姻缘,要不我也不会留宿你。 玉娘看着张斌说道。 张斌就没有再坚持,当晚两人就成了亲。 第二天,天没亮透,玉娘就给了张斌一定银子,让她下山去附近买东西,并嘱咐她到天快黑才可以回来。 连续好几天都是天没亮玉娘就给她一定银子,把她打发出去吃喝碗,让她天快黑了才可回家。 这天,她照样在外面玩,却看到很多官差,好像在找人,她吓得一溜烟跑了回去,可走到家的位置,却发现空无一物。 宅院凭空消失了,她坐在旁边的石头上,惊慌失措。 这时,宅院又凭空出现,玉娘从宅院走了出来说道,你都知道了,我也就不瞒你了,还记得你以前救过一只狐狸吗? 张斌想起自己几年前确实救过一只狐狸,当时自己在山间游玩,发现一个猎人提着一只脚受伤的狐狸,狐狸的眼睛一直盯着张斌,好像在求救。 张斌于心不忍,就花钱把狐狸买了下来,包扎后就放生了。 难道你就是? 没错,我就是那只狐狸。 我是来报你救命之恩的,也是了结这段因果,跟你相处的这段日子。 我感觉你很思恋妻儿,你去把他们接过来吧。 张斌听了特别高兴,随即又觉得这样对不起玉娘,玉娘却安慰她说。 我们的因果一了,我就得继续修炼了,也没时间照顾你,你把妻儿接过来,正好她可以带我照顾你。 张斌高兴地去准备接妻儿的事宜,老妇人走到玉娘身边,看着玉娘眼角地泪说道,你又何必呢? 忘不了就别抢求,你不明白的玉娘留下这么勾画就走了,等张斌接妻儿再回来,房子还在,可玉娘却离开了。 十年后,玉娘回来了,再见张斌却已经满脸皱纹了,而玉娘却一点都没变。 张斌想再续前缘,玉娘却拒绝了。 我们注定有一场姻缘,却也注定不能长久在一起,爱不一定得拥有,待我修成正果,再来看你。 说完消失不见了,后来张斌的儿子中了近视,也为父亲平了冤情,一家三口幸福的生活。 而草菅人命的县令,也被摘了乌纱,被叛秋后处斩。 写到最后,如果张斌不是因为心善救了受伤的狐狸,就不会有后面这么多事,可能早被野兽吃掉了。 所以平常多帮助别人,在自己遇到困难后,才会有人主动帮助你。 有句话说得很好,爱不一定要在一起,也不一定要拥有,只要他,他过得幸福,就可以了玉娘帮张斌渡过难关。 也爱着他,却在他们夫妻相聚后,主动退出,这也是爱,包容的爱。 优优独播剧场